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焦点视频 《斯文宁愿客应用的时间营光幕》 见到斯文宁老师在这里 Hello 又见面了 老师 今集我们又要用回大家都很关心的 就是这个24GP的八字的分析 之前也说过 7月我们见到 正如老师所说的 股市有些波动 接下来就立秋了 秋天又来了 8月又会怎样呢 老师 请教你 会员继盲 多买多赞 全新系统 致硬来浸水 明白的 如果我们用个立秋的入货 纯粹只是看未来的新历的8月 其实应该是说 由8月7日早早8点几分开始 纯粹讲新历的8月 在这个入货来看 其实是OK的 很坦白说 因为整个八字的状态 相对来说算是平稳 我们见到那天是贵贸日 这个贵水自坐 这个茅木的食伤 而且是桃花 所以第一我们会见到 相对来说 大家因为是桃花 桃花就是说会出街 会饮食 应酬 相对来说是开心的 还有就是说 因为食伤就是饮饮食食 涉及一些木的形态 所以会多了一些艺术 展览 又或者是相对一些文化气息 都会比较重的一个月份 亦都会是开心的月份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们见到那个时柱 因为是丙申舌 这个是桂水的财星 而这个财星 我们又会见到 有连上的甲木去生旺它 虽然这个甲木有少少远 但是都会见到 相对来说 那个经济状态 是会比较稳定一些 未至于出现一些 很严重的大问题 又或者在股市上面 如果会有一些 很大的波动位的话 相对来说 会有的 但是未至于说 真是很激烈 又或者是会很多次的发生 因为它毕竟 它毕竟是有这个丙淫葱 刚才都说了 这个丙火是财星 所以这种冲动 确实 如果我们纯粹用港股的分析 是有一些高低起落 但因为它也有一个 木作为一个通关的作用 而中间都有东西隔着 所以如果你说大升大跌 基本上是会比较平稳一些 所以这个八月相对来说 是一个开心的月份 开心、应酬、出去看电影、 逛街吃饭 是绝对是一件好事 但是因为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 纳秋的日货 其实它主宰的 不仅是新历的八月 因为我们讲的 纳秋是会转入下半年 转入下半年 是金水作为主宰的下半年 所以它会比起上半年的 木火的气是明显有变化 所以我们会理解为 它可以看整个下半年 又或者我们再把它缩短一点 是说八月、九月、十月 这三个月都以纳秋入货 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反而我就会提醒 留意是新历的这个 九月和十月 因为这两个月分别 我们会看到 是会进入贵柚月 新历的十月 是会进入甲殊月 我们会看到 新历的九月 是会出现了 某柚冲这个现象 这种某柚冲的现象 而且出现 它的水是会越来越强 因为柚神 已经是伴合了一个很强的金局 金生水王 而形成水泰强而某柚冲 某柚冲是冲动了 金木的 所以进入了这个新历的九月的时间 大家要留意几件事 第一是一种交通上面的问题 因为某柚的双冲 和交通是会直接相关的 当中就要注意 而这种现象 特别是涉及一些交通的事故 特别是一些飞机的事故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 是因为水多 我们经常说 口水多过茶 所以就要留意一下 这种水多的现象 就是那种意见 争拗 不安的现象 都会是明显增加的 而这种意见争拗 因为涉及 我们看到同一时间 有某柚 是桃花的双冲 所以都容易产生 是男女感情里面的一些变数 变化是出现的 是的 这个就是这个月份产生 那另外一件事 就要留意 无论是环球 或者是香港 都好 这两个月 都是特别容易 是刚才我所说的现象 就是说的 九月就是说的 飞机或者交通意外 而十月 因为它涉及是神蜀冲 这种的神蜀冲的气场 是会更加激烈的 因为一个蜀土 是会冲动了两个的神土 年是神 時是神 所以就会是一蜀冲两神 产生的那个冲动 是比较激烈一些 而我们会见到 这个月份是甲神 所以会形成土和土葱 而被甲木去双克 形成土是反映着一个现象 既冲游客 就小心点 我们叫做 土木交战的现象 是出现了 土木交战会直接对应 跟土木相关 那就是说第一 第一是说楼市的下行的现象 第二是说建筑 就是我们说建筑 地盘 和泥土相关的意外 是会增加 所以这个月份 真的十月 是特别留意 和大地 例如地震 和泥土 和土木工程相关的现象 是明显是增加的 那特别涉及 可能是国与国之间的争拗 意见 甚至乎是战争的情况 都要特别留心 这个新历的十月 是多了一些高低上落的现象 好了 另外一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说一些位置 因为刚才我们提及的 九月十月要留意的 那是哪些地方要特别留意呢 当中 特别是以新历的十月 为重中之重 当中要特别留意 就是我们说的 是西北和东南的位置 又以西北为明显 因为本身西北的位置 我们说的 是和帝王相关 帝王就是一些大人物 这些大人物当然就是 一些大的公众人物 可能是国家的领导人 大机构 环球机构的一些领导人 都容易出现了一些 突然之间 意料之外的现象的发生 或者有些事 以为是平安了 但是突然之间是 復发的现象 在这个新历的十月 都是要特别留意的 如果以区域来计的话 我们就会理解为 比如刚才提及的一些交通 或者一些天然的灾害 以区域计的话 就要留意 我们说的 比如如果是说中国境内 就是说福建 江西 又或者是台海 就是说台湾一带 以至乎远一点的 会捉到少少菲律宾的现象 都是留意一下的 所以当中是特别留意 刚才提及的 是和土木工程 和大地相关 和飞机以外相关 当中要留意 另外要提及的 就是和火 因为这个是和火山的现象 是相关的 如果在香港的话 在新历的九月十月 要留意的地方的位置是什么呢 就是说 要小心一点 有一些离奇一点 或者大型一点的 意外发生的位置 当中是要留意 如果是九龙区 就是里渝门一带 如果港岛区 就是大约是杭花村 大约是由炮台山 以至到杭花村一带 都是要特别留意的 那当然这个 我们纯粹只是用一个 述数的时间点 去做一个观察 我们不是希望它会发生 而是说 就是纯粹以一个时间点去观察 那变成了 如果各位朋友 是准备来到 九月啊 十月啊 要去旅行的话 刚才提及的 台湾啊 福建啊 菲律宾啊 这些就要留意了 又或者是去旅行 涉及搭飞机的话 特别是新历的 就是我们说的 九月的时间 那个飞机 或者是交通上面 那个事故 都会是特别 是多变数的 那变成了呢 可能是要预早一点点的时间 去做一些准备了 哇 OK 那所以希望以上的资讯呢 可以帮到大家 尤其是呢 我知道 暑假呢 就很多时候 那些什么家长 小朋友 就去旅行 那但是 其实九月十月 十月啊 十月这些呢 都很多呢 就是一些我认识的人呢 都是去旅行 对他们来说 才是去旅行的旺季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用捏贵机票 对不对 那所以很多人 九月十月呢 就出去玩的 那如果 例如刚才我听到老师说 台湾都是一个 需要注意的地方的时候呢 那大家真的 可能都要看一看了 那当然呢 不代表说 哇 难道我去台湾呢 那样 那但是 如果你本身自己的命啊 那命啊 那八字啊 那八字啊 是可能有一些 问题在那里呢 那就是 那就是 真的需要特别小心咯 我们 就是想着就你嘛 对不对 那所以就是 需要注意的 那刚才尤其是 都可能正如老师所说的 有一些意想不及的事情呢 都可能会发生 那这个又是 一句说完 魅与仇谋 就是 这个 八月可能是一个 小小的 一个好的位置 但是呢 要注意 未来的九月十月 那当然了 那到时候 我又再跟老师再跟进了 好吗 好 OK 好了 那今次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 我们再跟老师再 讲一下其余言和风水上的话题 好 拜拜 拜拜 欢迎订入焦点网 www.fmtv.hk 会员积分系统 推荐会员计划 多买多赞 全新系统 事严利浸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